我是Irene 在疫症期間,我們記得保持雙手清潔 這樣才可以防止疾病傳染,保持健康 而我們做尾爐之前,記得都要洗乾淨的手 然後做完之後,要再洗乾淨的手 這樣就非常好 有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些輕尼堵勞 不適合12歲以下的小朋友自己玩 需要有成年人的陪伴或者指導 另外,三歲以下的小朋友就不適合玩這些手工藝 所以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哥哥姐姐 我們記得玩的時候要專心玩 玩完之後就要收拾好些東西 這樣就非常好 各位同學,你們好,我是Irene 今天會教大家做BB40分隊的35週年石頭彩繪紀念畫 做這個作品就需要以下的材料和準備 首先,我們會需要一個膠膠袋就鋪一鋪一鋪 待會做作品的時候,就在桌面做就不會弄髒的桌面 另外,我們需要一支手霜 做之前我們先擦一擦手 這樣就會令到一會做出來的作品順滑一些,少一些捏紋的 另外,我們就需要一支白膠漿 待會用來將一些做好好的作品貼到木框裡 我們的材料還需要一個木框 一些膠的植物 還有需要兩支牙籤 還有我們需要黏土 由於時間的關係,那個彩繪裡面的圖案 然後我們已經用印刷,用彩色印了出來 這樣十字架我便是留白了 這樣你們到時就自己畫回自己喜歡的圖案 圖案我已經剪了出來 另外,十字架我便還未畫 就留在自己設計 這部分我會教大家怎樣用黏土 做出不同石頭的形狀 首先我們先看看真正的石頭的形狀 真正的石頭是在海灘已經海執造的 你看它是不規則 有不同的花紋 現在我會教大家怎樣做這個大的石頭的形狀 當我們已經混合了一個灰色 首先我們拔一塊 大約是石頭的大小小的石頭 然後我們就像搓湯圓一樣 把它搓成一個鍋 這個鍋不需要很遠 然後我們就用手輕輕按 記得輕輕按 在桌面按也可以 因為它要有一個厚度 這樣出來才像那些石頭 跟真的石頭的感覺都很相似 我們做這個大石頭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我們稍後要貼圖案下去 所以一定要跟那個圖案差不多大 大家可以看一看 例如我做了這個 放下去 石頭太小了 我想弄它大一點 究竟要怎樣做呢 首先呢 就是為什麼它會太小 原因呢 就是黏土太小 這樣呢 你就拿多一點點黏土 這樣呢 再搓一個球 所以有些字我們可能都要做兩三次 才做到我們搓的石頭 還有呢 要根據那個圖案的形狀 比如說這個是比較長一點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 而35這個字呢 需要一個比較軟一點的石頭 這樣呢 如果在海灘裡可以 有段時間沒有收到我們搓的大小 但我們透過黏土呢 就可以做到一些仿真石頭 要多大又多大 要多小又多小 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按一按 現在呢 我做了一塊石頭 差不多一尺寸了 我覺得 拿個圖案來拼一拼 我覺得都差不多了 可以剛剛夠放 那大的石頭呢 就做完了 那我們總共做三九石頭 這樣呢 就把三個的不同的圖案 就放上去就可以了 我會教大家呢 做一些小的石頭 那你建作品上面呢 有不同顏色的石頭 包括深綠 剪綠 和白色的 做法全部都一樣的 首先呢 我們呢 會拿一塊黏土出來 撕一小塊 然後把它呢 在手上搓完它 又或者在台面搓完它 搓完之後呢 輕一拿兩隻手指這樣按一按 這樣呢 把它呢 按了呢 就有個形在這裡 這樣呢 就成為一顆石頭了 再撕一顆 然後 接著 大家可以近鏡看看 就是這樣 按一按它 至於我們想對形狀有少少不同 好像三角形 或者一顆粒粒 我們可以自己做少少效果 OK 這樣呢 做石頭呢 就照個大小適中的話 其實呢 無論什麼東西 都是對的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做過作品了 這樣呢 首先我們會拿一個白色黏土出來 拿少少黑色黏土 這樣呢 就加進去 然後呢 就把它混合 這樣呢 混合出來呢 花花地就可以了 不用混合到好均 這樣呢 因為花花地 出來的效果就更好 那譬如說 我覺得 嗯 這樣呢 都還是淺色了一點 我想深一點點 色的話呢 就再加一些黑色 這樣呢 就加的時候呢 盡量呢 逐少逐少加 千萬不要一次過加很多 因為呢 加很多的話呢 變成那個石頭呢 即是 太黑呢 就沒有辦法變回淺色了 這樣呢 就是呢 如果你覺得不夠 可以再加一點 我覺得大致上都OK了 那我就拔一塊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將它搓成一個球 這樣呢 然後呢 將它壓平它 然後呢 我呢 拿其中一個圖案出來 量一下 已經差不多了 那隻串 我覺得很滿意了 然後呢 就在顶土上面呢 我們塗少少少白膠漿 那三十五呢 那三十五呢 的位置 那裏呢 才需要塗白膠漿而已 那這樣呢 輕輕力呢 將它貼上去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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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它呢 就 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那呢 那呢 由於時間關係呢 我呢 就正是做這個 其中一個給大家看 那其他都是這樣做的 那條